三藩市選民將在11月的選舉中 投票決定是否支持K提案 該提案自在將Great Highway 海磅高速公路一條約2英里長的路段 改建為公共休閒空間 並永久禁止私人車輛通行 這段從Lincoln Way一直到Sloat Boulevard的路段 在新冠疫情期間曾臨時關閉 之後於2021年調整為僅在週末和假日禁止通車 這個限制措施隨後在2022年正式成為試點計劃 並將於2025年12月31日到期 K提案由三藩市日落區市參試欣加納 聯同其他四位市參試提出 引發了社區的廣泛爭議 如果K提案獲得通過 在試點封路項目於2025年底結束後 Upper Great Highway 屆時將可能改造成公共休閒空間 並實施交通改進措施 包括允許緊急車輛 政府車輛及其他授權車輛隨時通行 反之若提案不通過 該路段將游市議會確定最終用途 支持K提案的包括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三藩市市長布里德及多個官員、組織和企業 印加納指出 此舉將吸引更多居民和遊客 促進附近中小企業的發展 還可以通過增添樹木幫助對抗海平面上升 據三藩市娛樂及公園局的數據顯示 Upper Great Highway 現周末平均每日人流量在4,000人左右 在舉辦重大活動時 平均每場超過1萬人次 據勞斷的每日平均車流量 比新冠疫情前下降了約38% 提案還指出 Great Highway因沙塵堆積問題經常關閉 每年達到65次 每次關閉 經常持續數日 數據顯示 Upper Great Highway在高峰時段關閉 會令行車時間增加3分鐘 印加納承認 雖延伸措施可能會增加部分路段的通行時間 但政府正在通過優化交通燈等不同措施 該提案也引起日落區的居民和周邊商戶的不滿 反對方擔憂 Upper Great Highway 是開車往返日落區和列治民區的其中一條路線 永久關閉道路將對日常交通造成影響 此外 反對者還指出 該計劃沒有專門的資金來對路段進行改建 他們認為 如果建造公園需要從城市預算中投入數百萬元 將可能耗盡全市的公園維護 及開發資金 該提案需要獲得超過50%的選票才可以通過 之後需要根據《加州海岸法》獲得批准 並需要對市內的總體規劃進行修改 據三藩市道德委員會的數據 支持方議籌得約61萬元的競選經費 而反對方議籌得約11萬元 Tina維視記者編輯報導